歡迎收看 你才不會喝多久啊 專屬心理師 他就是有很嚴重起床氣的一個人 然後我就笑 我一直每天這樣吸收 他的那個負面能量 然後自己消化 原對夫婦 然後得到模範夫妻 他那個老婆好會遭悼 差不多跟你一樣這樣 我把你拿出來 老先生 請問一下 你這幾十年來 你怎麼樣走過來 對 那個老先生說 你怎麼知道 什麼 什麼 對 我們這一輩子要有出脫 只能靠耳聾 依每個月的 月薪交期薪資決定 為什麼 不錯 不錯 歡迎收看小明星 大跟班 厲害了 最近這個電影真的是 大家看到這個非常入迷 對 叫做月薪交期 這是日劇 它是電視劇 而且風靈到一個地步 有…那個舞好漂亮 好可愛 對 那個舞真的是越看越勾住 對 忍不住就會喜歡他了 但是我們就考慮就是說 這個月薪交期的狀態是這樣 感覺很棒 老公還付薪水給你們 對 老婆這個無駕了嘛 對不對 又不用附同邊 但是我就在想 既然是領我們月薪 能不能把他FIRE換人 不要輕易說出來 不讓五 對 坐下 坐下 三個月是用 停 如果說老婆是可以領月薪 觀眾朋友也在想 它更可怕的是什麼 老婆什麼事都要做 那一句話叫做 對 燒得很厲害 以前是個小姐的時候 大小姐嘛 我要去哪裡還要有人陪怎麼樣 你要不要來接我 幫我開車門啊 對不對 真的 還是小姐可能還會說 寶寶又張啦 對 我跟你講 當媽之後 啪啪 捏死你 你這個還算斯文 還有讓你一腳 啪 過去拿起來 那個是貓啦 那個是貓啦 那個是貓吃嘛 那個是紅龍的耶 還有一個朋友更慘 怎麼樣… 以前這個結婚前 老公每天接送幹嘛 結了婚以後 他老公竟然讓他在台北 自己搭捷運回淡水 誰會 為什麼會這樣 明明住哪裡啊 明明住在水 明明住在水 怎麼會這樣 很敏感啊 太巧了… 等一下還叫他坐捷運回家 對 我… 我最近正在準備要開一個公司 婚姻破壞王 真的 還有 拆散他們 我們剛剛在節目開始之前 已經秉除掉你們這些臭男生 問了我們的太太們 每天要做的事情 每天在婚姻裡面要面對的困難 婚姻試驗所 給自己標個假 就好像我們去那個面試的時候 會跟老闆說 我希望 我期待 我的月薪大概是多少 我經常很可愛的講一句話 很多婚姻到最後 對 只剩下兩個字 哪兩個字 訴託 可怕 你是想講訴罪嗎 什麼 我聽 旁邊聽到的不太一樣 很可怕的你知道嗎 你們今天早一點來這裡 可以面對這個問題好不好 而且你們怎麼樣 找到共同點 你心裡面 你說我為你付出這麼多 到底是多少 值多少 我們把它數字化 量化 因為這個時代不一樣 這個時代是屬於Digital的時代 一切都是有數據 Digital 數據能說話 來 我們現在直接就好不好 太殘忍了 暗表操課 好 從咪咪來考慮這位出家人之間的婚姻 咱們來看齊好不好 是的 來…老婆大人 妳認為這是咪咪自己認為 先開工 對 妳的美貌資色值多少錢 9999 為什麼… 我跟你講 因為我剛生完 現在也才四個多月 妳看我就立刻恢復這麼快 又恢復到產前那樣 所以其實做了很多功夫 妳看女生還要去做臉 然後醫美或是什麼減肥 還有體雕 有沒的 那些東西 而且真的有成效 因為大家 最近網友都說她長得很像一個人 大概有十個人 誰… 而且我一看就覺得真的超像 我跟妳做什麼 誰… 齊小光 難怪9999 妳是找哪裡的醫美啊 誰要花在哪裡 我問妳 就是因為我花太少 她才9萬多耶 不是… 我花9千所以才能… 不是… 那不是花錢的問題 是… 現在是說妳認為妳的美貌值值多少錢 我也是一個專業的水電工 不會是 豬條來… 豬條來 不要以為說我們等一下閃過去 對啊 妳想閃過去嗎 沒這回事 美貌姿色 美貌姿色再破願意 1 2 3 99 一千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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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場小朋友就冷靜 很過分 9分9不過分 中一次睫毛都不到…都不夠耶 妳不都中霸王睫毛 因為她才27歲 我娶嫩妻的原因就是因為 就跟妳買那個鮮車的維護費 保養什麼都包了 都不需要 還在保固 健身保養一下就很漂亮 不能講說這裡還有維護費 目前還有大包的 大包… 大包 大包 她有套件 她是有套件的 OK… 對啊 我覺得年輕 990就夠 這落差太大… 對啊 她列出來有一條 專業水電工三千塊 比較特別 妳做了什麼 我跟你講 我做了就是家裡舉番 就是修燈泡 然後什麼門把上游 然後冰箱除霜 還有 難怪 難怪妳是水電工 找水電工費嗎 每次來三千塊 沒有人提起她 你們認真點 我是真的這樣做 以前有一個拍A片的 叫水電工阿賢 水電工阿賢 難怪 可是妳為什麼需要做這些事情 不是應該男人來做這麼辛苦 就是她都不做 什麼都要我做 而且更誇張的是前幾天 她就半夜11點多 說要騎腳踏車去那個 傅家附近 家附近就喝一杯這樣 然後我就一直不想騎 出不知真的騎出去以後 我騎到半路 那個腳踏車繞鏈 繞鏈 繞鏈 她竟然就是直接大罵說 我覺得妳真的跟妳出去很衰耶 妳可不可以這樣 然後就一直指使我說 妳現在把那個繞鏈輪胎修好 繞鏈 把那個鏈子上去這樣 對 然後我就很可憐 那種又晚上 然後又沒有人 那個路燈照著她這樣 然後我就在那邊一直用… 用不起來 然後繩子手都很黑 然後她一直罵我 對 一直罵我 就是修不好 好可憐喔 換一個老公 這個婚禮還行不行 大家都會 不會 大家真的PO 我覺得300 300 我跟你講出勤一次就是要3000 300根本不夠交通費好不好 大家都用錯我的含義 我希望她真的能夠有一技之長 對啦… 對不對 不是 她會釣這個魚能怎麼樣 對啊 能幹嘛 她是能出去賺錢 所以以後繞鏈她就會弄 對不對 女兒這個妳不懂 怎樣 你也從來沒有說過我的烙鏈 不是 不是烙鏈的問題 不是我自己弄的 沒有PO的意思是說 培養她獨立的精神 獨立自主 對不對 將來有一天因為PO走了以後 對 她的歲月還很長 對 我懂了 對不對 你好貼心 真的 可是真的我有一點是這個情況 PO大你幾歲… 17歲 差不多等於20嘛 危險… 對不對 走了以後妳還有三四十年好過 沒有 不要 公關費 公關費 專屬公關費 對啊 3萬 3萬 妳幫她做了什麼 妳幫她做什麼 我跟你講我幫她做很多事情 因為她這個人就是心直口快 然後口無遮攔 對 有時候講話都會就是 活下去 像上次嘛 因為大家在節目上 她就搭玉琳哥就叫我爸華哥 然後她竟然真的無聊到 就是真的口無遮攔到 就是跟我爸見面就直接說華哥 給我爸打招呼就華哥 叫他爸爸華哥 然後我爸就會覺得 我是你爸 你叫我華哥 還亂開玩笑 華哥就算了 要走了 再見啦 華哥 沒有這樣 沒有聲準的 他很冤咪咪的爸爸去打高爾夫球 然後放人家鴿子 放人家鴿子 放人家鴿子 早上6點然後他在家睡 可怕了吧 對 不接 然後放鴿子 這種東西是不是我都要公關 要幫忙就是收他一下 對啊 像媽媽 之前我婆婆生病 他可能就只關心一下子這樣 對 婆婆就需要你一直關心 一直打電話 跟我說我兒子怎麼都這樣子 好像沒有在關心我的身體 我是不是又要再幫婆婆 就是再安慰一下婆婆 然後可能送個婆婆什麼東西 什麼的 是不是就是都要花這些錢 後續公關 這個很重要 我覺得太少 後續中不是這麼認為 他認為專屬公關費 8萬 有良心的 難得我同意他 所以我覺得 因為如果以經紀人來講 抽三成可以 所以每個月大概收入的 三成要給他 除了他講的這些家裡的以外 他也幫助我工作上很多事情 你作風比較沒事 對 我們比較直來直往 我也像我土生土長我就很OK 對 你很厲害 只有感情上面是比較美式 你感情美式 比較素實… 比較素實嗎… 比較素實嗎 Fast food是不是 請問怎麼說 今天不是聊我 聊你好不好 來… 專屬美容師 就是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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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不開心的造物在哪 金色的沙拉沙 就是無商 為什麼 因為我跟你講 他就是比我還愛漂亮 他就是 怎麼可能 他要我幫他做一整套的那個服務 你知道嗎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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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知道有什麼 時尚輸壓 時尚輸壓會吧 做全套 時尚輸壓 對 全套的 注意有開轎 不要講那一點 對… 我跟你講 從那顆光頭開始剃毛 然後 剃毛我要幫他剃 刮鬍子要幫他刮 他還要挖耳朵 然後對 還要幫他做臉 什麼青粉刺 然後敷臉 他雞臉就做臉了 他就說 就是這樣才要圍他 哪裡 我就傻眼啊 超不懂的 對啊 所以就一定要這樣子 價格還有點太低了 對 你算有給他折扣耶 會員價 會員價… 你覺得是多少 是無傷 因為我本來的臉就無傷對不對 沒有 其實他幫我做很多 其實有時候是反而幫到 像他常常幫我剃頭… 剃…我就直接去上通告 結果後面那個藝人 坐在我後面就尖叫 因為後面在流血 整個那個領子都 白的都變紅的 因為 我後的時候後面有幾顆青春痘 他就這樣給我刮刮刮 而且我都破到流血你知道嗎 他還真看得出來 對 你看有沒有 這樣一直在…一直在滴的 有整個鬼剃頭的痕跡 對 然後在掏耳朵… 然後我只是掏耳朵的時候 跟他聊天 戳穿 看韓劇 就戳一戳以後我起來說摸 怎麼流血了 沒有 然後趕快就跟他戳太深了你知道嗎 現在算有進步了 他以前 掏耳朵掏…從這邊進去 然後從這邊拉出來 不要啦 太厲害 我不痛啦 我可以自稱是掏耳達人耶 我真的幫他用到他睡著耶 他就是很舒服 而且一直要我幫他用耶 一直要用 你以為了… 夫妻這樣親密的行為 然後你幫他掏耳朵的時候 他睡著 那是在… 不要誤會 我們昨天才幹過不能這樣講 有 他自己講… 我自己我還給他買那個掏耳朵 不要聊這些 我女兒在好不好 OK 阿嬤 你為什麼這麼多年前不教好他呢 他現在出來放出來 然後害人 現在損人不立即嘛 我也很委屈 沒錯… 我覺得很丟臉 好… 你月薪百萬… 真的喔… 那我OK 他講了一個全世界我最怕的 對… 他媽媽 他媽媽 好…Michelle 站在眉務時 吳東線照出來主持公道 Michelle 妳的眉毛就 抓九萬九 找不到第二個啦 三千 三千是什麼東西 大家從我跟妳交往之後開始說 有地檢 對 什麼 你才不得人會多久啊 而且 我最會仲裁這種事情 只要跟老婆 我驗好一次 必須1萬元計算 一個禮拜而已 OK 我是這樣算 美貌姿色 所以這個費用是含稅的就對了 當然是含稅 營業稅啊 你這個物質花費這樣不好吧 對啊 6萬真的太多 Material Girl 6萬 一個人薪水都不一定6萬 包含小孩教育費還有伙食啦 對 這兩個真的佔了絕大部分 因為買包包這道奇蹟 妳這麼容易受騙了 來 哪有… 小孩教育費 妳小孩多大 四個多月 教育什麼 妳要叫她跳火圈啊 突破 妳告訴我 了不起公託八千 對不對 對 真的耶 小孩教育費 四個月妳要教育什麼 真的 她格都打不好妳在那邊 買長情路美語給她看看 看不懂啊 你們先聽我說說 好 我跟你說 妳快說說 說說 因為 像我周遭我們同學 像芽芽嘛 她小孩也跟我小孩差不多 她前陣子就一直跟我說 咪咪跟妳說 我要買二十幾萬的那個 迪士尼美語教材 妳要不要一起團購 她叫我買 她們就會 一群媽媽就一直叫妳團購… 你沒有團購就感覺好像 我的小孩是不是太笨了 這樣會不會跟不上 媽媽也會有那種壓力 真的跟我問我耶 所以這種教材費 教育費 教育費 才一般 對啊 英文很好 對 後來還是沒有買嘛 但是只是我覺得 要先幫她省起來 因為她那麼會吃喝玩樂 這樣子小孩教育事情怎麼來 她都壓到房子上了 對啊 對 火食費怎麼回事 火食費 我跟你講 妳看那顆肚子就知道那麼肥 不是…因為她都會邀我 就叫我說 妳一定每餐都要煮牛肉什麼的 就是都要有肉 有肉 她說要五蔬果什麼 健康五蔬果 對 就是都要平衡 然後我就覺得說 那這些東西 火食費其實真的 隨便去個超商還是超市買 都要兩三千塊了 然後請朋友來 妳總不可能給她一些 這個算不算餐廳吃的 普通的 這個不算餐廳的 那算是家裡用 那算少了其實 算少的耶 這樣攤體現在很少 而且很多朋友常來吃 6萬夠 你們兩夫妻跟一個小朋友 但是她會有朋友來 常常有朋友 就是要買一些比較高一點的 搬到內湖以後 那些藝人朋友們 每天來我們家撐飯 對啊 一開直播足坐在就叮咚就來了 這個換一個角度說 怎麼樣 有朋友來 你們也可以去人家家裡空襲 沒有 我每次打暗電影的時候 他們都說他們出去那個做秀 還是什麼 都算 11萬2452 這麼合理這個 最後一下 什麼 不需要嘛 就像憲哥講的 英文我教她 數學我也可以教她 所以小孩教育費OK 買包包 然後包包的話其實基本上那個 我會買給婆婆耶 婆婆都會買給她很多那種 超貴 超高檔的 真的喔 可是我要回禮啊 我要回禮給婆婆啊 不用回禮啊 老人家記憶不好 妳拿舊的她送妳 我跟妳說婆婆很懂這個 她都會還會檢查說 明明我那天買給妳的東西 妳是不是不喜歡 妳怎麼都沒有背 所以不能這樣子 妳覺得8萬多啊 對啊 差不多81752就夠了 判定月薪以10萬元計算好不好 還不錯… 不錯… 從今天開始好不好 每個月妳就10萬塊過來 10萬塊… 清清楚楚 應該要… 我們在講這個時候 阿布整個在… 厲害啊 這樣聊一聊就10萬了 對 他們家Michelle光美貌 就快10萬了 來… 這個真的太誇張了 Michelle 妳的美貌就抓9萬9 找不到第二個啦 無價 所以無價 Michelle人家是感覺像個名模 對 高挑 對啦 腿長 對不對 臉正 9萬9 她覺得她對自己很有自信 但是別忘了 各位 妳嫁給她 妳也可以玩男明星 我沒有玩女明星 她怎麼這麼舉例 對不對 沒有 阿布身材也很好 來囉 對啊 1 2 3 3千 3千是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趕快撞她啦 我會許妳就表示說 妳有一定的 當然第一個姿色一定有 賞心悅目 但才值3千 不是… 這個不能這樣算 這要從我跟你交往之後 開始算 有递減 對 什麼東西 不是啦… 不是啦 妳才說很高的意思是不是 3千 因為其實已經很正了 花一點點錢就可以了 不… 他不需要太那個 好…各位 我最會仲裁這種事情 是 演藝圈的畫世人就是我 真的… 好不好 好 您說 我這樣處理好了 您說… 只要跟老婆 對 驗好一次 必須1萬元計算 那我發完 請問 那我發完 大概上個月大概 有多少…營收 一個禮拜有3萬 3萬 一個禮拜有3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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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一個月12萬 12萬 OK 是這樣算 美貌姿色 所以這個費用是含稅的就對了 當然是含稅 營業稅啊 營業稅 我跟你講還有一點 阿布人家身材那麼好 也拍過…這個廣告什麼那些 沐浴如廣告 如果以壓電來講 一次算6千不為國 修度好不好 對 扣抵之後剩下5萬元 5萬… 憲哥就有依據 你看… 喬得多好 憲哥真的是國外有依據 很會喬對不對 對 簽品… 成本分析… Stanley 妳趕快算一算 那個美貌的部分 要重新畫上去嗎 不用… 每天陪老公看影集寫新的 看影集還要跟我收錢 不是啊 就是 這妳要收錢 就是小孩子 我們習慣在每天小孩子 上床睡覺後 就是我們兩個看影集的時間 然後他都會強迫我看 我不喜歡看的 比如說像動作片啊 要不然就是懸疑啊 那種要動腦的 為什麼要寫心得 對啊 要不要教暑假作業 對啊 因為有一次我就是看到杜菇 然後被他抓包 然後他就隔天就是 我昨天看到那個地方 你覺得他在演什麼 考試喔 對 我就說 因為我睡著我根本就不知道 壓力好大喔 對啊 不是 我不是說 就想睡覺啊 來 先看你這個 來 先看一下我… 他提這一項 1千2… 如果真的要跟我說這個費用 我覺得1千2差不多 看影集其實是我們兩個的小確幸 小確幸 所以我希望我們好好珍惜 但是你強迫我看 就不是小確幸 其實以前看的片 其實有一些都是 一開始都是他選的韓劇 我們也是配合著看 所以這個要跟我收費 我就覺得太多 寫心得要收費 為什麼要寫心得 對啊 沒有 我只是覺得 他每次都不專心看 尤其是有一些比如說神探 有沒有 兩個班… 神探兩個班 是嗎 就是 我就不想送到 我就想要聽到 但是這要120萬 太浪費了 真的 太錢 這個東西要仔細看 對 偵探片 你一定要仔細看 推理句 如果你在這個時候又分心 又在滑手機 你可能一下子就錯過一些 關鍵的Keyboard 我覺得他這樣太不認真了 所以如果真的要 說要給他費用1千2 這個是我們 這是我們看影集的時候 這個合理 早餐你要跟人家收1萬 對啊 早餐也要收錢 你們看看 半夜小孩子半夜哭鬧 都是我起來顧 我就是睡到早上起來的時候 就已經睡不飽了 然後我還要幫他做早餐 照理說是應該他要幫我做早餐 你買早餐可以嗎 對啊 每額每300塊 可是以前在交往的時候 這就妳不對喔 這妳不對了 不… 妳覺得做早餐要付多少錢 這什麼意思 付1萬 要付你1萬 對啊 為什麼 不是 我覺得 為什麼 在做料理這件事情上面 因為他以前是不下廚的 如果想要下廚要熟練的話 你就是要多做多做 練習 而且現在有一個免費的實驗品 做在這邊幫你吃吃看說 你做得好不好 你少來 你吃就算你還很愛鹹 對 我就是因為身為一個老師的角色 我要告訴你 這個可能要稍微怎麼樣… 除了美食外景吧 對 之類的 你有聽說過 有學生跟老師要錢的嗎 當然是老師跟學生 可是重點是他沒有想上這堂課 對啊 這個有點硬拗人家 人家主要是早晨每一餐 都要醒過來幫你做早餐 對 你為什麼不讓他培養好習慣 睡到12點呢 是他自己要吃早餐的 是你要吃早餐的飯 因為我們現在有一個默契 就是半夜小孩子哭是他起床 但是早上我會先起床 把小孩子已經睡醒了 抱走 抱出去房間 然後讓他繼續睡 你說叫我做早餐 我不知道他要睡到幾點 如果今天剛好沒什麼事 一切都是 不過這個孩子也是很能 一切都是天意 享受那十秒鐘的歡愉之後 對不對 那有什麼辦法呢 一扶一扶子 專屬服裝造型師5萬 太貴了啦 5萬 為什麼 這是我以前的工作的薪水 就是5萬 對啊 阿布不用 她的模特兒身材 她隨便穿好 就是她每次都說 老婆我明天要上什麼通告 你幫我搭一下衣服 搭就算了 然後她還要寫 她說這我穿起來會好看 她還要質疑我的專業 我就會覺得 這樣不行 這樣不行 給點錢吧 900 900 你去古東圖買吧你 900 900 好可憐 專屬心理師 她就是有很嚴重起床氣的一個人 然後我就像我一直每天這樣吸收 她的那個負面能量 然後自己消化 有一對夫婦 然後得到模範夫妻 她那個老婆好會遭悼念 差不多跟妳一樣這樣 老先生 請問一下 妳這幾十年來 妳怎麼樣走過來 對 那個老先生說 妳怎麼知道 什麼 我跟你講 妳這輩子要有出脫整套耳龍 給點錢吧 900 900 你去古東圖買吧你 900 900 這太令人生氣了 你才值900嗎 我跟你講 任何你搭的再酬都超過900 真的 不可能900塊 不是 因為會知道嗎 因為那些造型師 衣服是他們借來的 但是他搭的衣服是我自己的 你不用再去跟人家借 你從這個衣服 你把購物費算進去 對啊 就扣掉了 不用說搭一套衣服 比如說100塊 50塊這樣子 好傻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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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擺一套衣服 對啊 怎麼會這個樣子 她全部補了老機房 夸著 妳要要求5萬 物質花費4萬元 我覺得合理 母子的製妝費 合理… 為什麼母子的製妝費 1萬… 這個太誇張了啦 為什麼誇張 小孩子現在不到1歲 妳能穿多少衣服 也是小娃娃 老婆總要吧 老婆她衣服也超多了你知道嗎 她的衣服比我還多 我跟你講 怎麼樣 妳這衣櫃裡面的衣服 是 裡面的衣服 妳只要拿出來從後面 妳有沒有一件 類似Obel Prada 然後它是長什麼樣 妳形容出來 妳能講得出來 妳能講得出來 那算妳過關 女生一定講得出來 真的嗎 真的… 妳有算過妳有幾條牛仔褲嗎 我有10條牛仔褲 真的嗎 我還知道妳有幾件Prada 跟幾件耳妹 還有幾件Burberry 因為我最近在辦二手拍 她的都要不要加 她的都要不要加 她的衣服都拿去賣了 對 我們想不要 那個花的外套賣掉 對啊 不能這個樣子 總額多少 老婆 好 來看一下… 5千1 好少喔 好啦 我這個好像 我這個是不是有點過分 沒100萬 這個不要好了啦 那就是把這個加上來可以嗎 1萬5千1 1萬5 低於平均薪水 低於耶 個時百千萬 21萬1喔 這個太誇張 差太多了 妳在這邊花的最高耶 最高的花花 I can take it 這怎麼辦 這完全無法平均耶 阿布… 她的合理價格本人認為就是 12萬元 OK 可以接受嗎 12萬 還可以啦 12萬還可以吧 好不好 妳以後就反正她的衣服 同一套就穿一週啦 妳就可以省很多錢了 主要是服裝的部分 貴了點 要多一點錢 對啦 看一下111 來看一下 等一下 我覺得 現在目前看起來 我的數字好像是最誇張 可是其實你們聽我 一個一個分析 你們會發現其實 我非常非常的值這些錢 我們都還沒有開始質疑 我跟你講 第一個就很質疑 裡面全部都沒問題 只要把那個美貌姿勢 等一下… 我其實開的這個是維持費 我覺得世界上所有的老婆 我跟所有的女生的美貌 都是獨一無二 都是無價的 應該要超過這個價錢 對 幾月要升 下個月吧 三月底 好快喔 今天不能太刺激她 10萬…OK… 好啦 給她 妳認為老婆 五百 對 五百 真的沒有她 真的沒有刺激到她 差不多啦 從我認識她到現在 她就是 她就不是那麼容易胖的人 其實我覺得她沒有那麼的 辛苦在減肥 所以這個妳也是算維持費 對 就五百塊讓她維持費 落差太大了 妳還專屬心理師 我超可憐的 她就是有很嚴重起床氣的一個人 然後我就是要 一直每天這樣吸收她的那個 負面能量 然後自己消化 也許她罵完然後心情就好了 然後就壞我就是有負面情緒了 有點憂鬱 對 我還要自己療癒這樣子 沒有… 所以我等一下 你聽我講完 所以我決定了 她每發我一次脾氣 我就收她一次掛號費 她有一次跟我一起出門 她剛好要搬一個電腦主機 還有一個魚缸 玻璃魚缸 要給人家這樣子 我就跟她說 妳小心搬好不好 我就在旁邊一直就是叮嚀她 這個會破 這個很重喔 妳要不要分開搬 然後又怎樣… 結果她就說 妳不要管… 然後就搬著… 就真的破了 然後那個碎玻璃 還撒到她的那個電腦主機 夫妻 我跟你講 夫妻就是一個什麼 互補 這個妳們要仔細聽進去 兩個人在一起有一對夫婦 然後得到模範夫妻 90歲 兩個人都90 90 92歲 她上台主持人就問她老公說 她老婆 她那個老婆好會遭刀念 沒有… 我沒有啦 不知道是怎麼樣 憲哥 我沒有啦 不要現場生… 她都抬起了 90年了 一起也破了 她就這樣… 從頭沒有停過 她怎麼忍得住 對 然後只跟她講一個狼頭而已 她說這個鐵是怎麼提煉的 然後又木棍 一直講…都沒停 然後主任就不想跟她聊 就問她老公 那個老先生請問一下 妳這幾十年來妳怎麼樣走過來 對 那個老先生說 妳說什麼 什麼 什麼 她根本都聽不到嘛 後來才知道 原來她根本永遠聽不到 對 念不去聽嘛 剛好啦 護膚 真的 人家說愛碎念的太太先生 壽命少一半耶 我差不多了 Stanley…你找時間過來 張開… 張開… 所以你認為她心理師多少錢 多少錢 因為根本就不是我的問題耶 沒有 我那個故事還沒講完 魚缸破了 你知道她說什麼嗎 說什麼 魚缸破了 會破掉就是你害的啊 就是因為你這邊碎碎念 才會破掉啊 妳怎麼知道 什麼啦 這是因為你 就是不小心 Danny 我跟你講 妳這輩子要有出脫 只能靠耳龍了 這怎麼辦啊 旅遊規劃師一萬 旅遊不是一起去嗎 幹嘛花錢 妳乾脆生前規劃算了 對啊 生前 妳認為她多少 她連這個也規劃 兩千 不是 我這個規劃 不是規劃我跟她的旅遊 是她有一些國外的朋友 因為她以前小時候 住過香港跟澳洲跟日本 然後她每一個國籍的朋友 來台灣 你知道譬如說 就像來人家觀光客來台灣買鳳梨酥 你就是 他們一定就是書上 就是看到那幾個大品牌 你要先讓他們買到那些東西 你再帶她去就是一些 譬如說書上沒有介紹過的店 你自己介紹 可是她一開始就是 沒有帶大家去那些大的店 然後就帶她說 這是我小時候吃過 我覺得好吃的 然後就一家小店這樣子 然後就帶人家去買 其實我覺得你 你說什麼 還好賣妝 妳說什麼 妳真的要學起來 妳是個大品牌 辛苦… 妳好了不起喔 對啊 妳怎麼這樣子啦 她就是要帶她朋友去 就讓她去啊 貼身秘書 妳憑什麼收人家三萬 我跟妳說 他們的朋友都還 特地還打電話給我說 叫我再幫他們把 有名的鳳梨書記去耶 聽不到啦 生出來還雙胞胎啦 這緊縮了是不是 在公說了 在公說了…不要鬧… 慢慢來… 都是老師愛的 好啦…貼身秘書是怎麼樣 貼身秘書三萬 她爸媽什麼時候要回台灣 她妹妹什麼時候要回台灣 她弟弟什麼時候要回台灣 她那個朋友什麼時候要回台灣 她都搞不清楚 其實我是知道的 就是讓妳刷個存在感而已 不亂說 最好是 對不對 那妳覺得祕書 妳要給她多少錢 對… 三千 又三千 又是直接 太誇張了吧 我做超多事的耶 那妳覺得她做不好嗎 妳講什麼 我又不是妳太太 她是誰 十九千 魯魚搬出喜酒則學 全場來賓經不下去 清潔公認醫院 因為她很喜歡洗車 我跟妳講 這個東西太重要了 甚至我教她洗車的這個方式 她可以出去開店賺錢的耶 我把我那個秩序SOP告訴妳 關掉了 我跟妳講下車 是 陶寧跟她小姐 小姐怕辣 我等於說 洗車等於把自己的心理也洗乾淨 清潔公平在家裡 是的 十萬 你再加一個 然後還要多加一個專屬心理師 對… 心理師 她更厲害 所以OK啦 我覺得差不多 就差不多這個價錢 三萬貴了一點 差不多 其實有點貴 物資的方面她竟然直接五千 對 治療育 妳反而妳覺得 她不用換衣服 可是我個人認為 我平常衣服真的 我都花自己錢OK 可是懷孕的衣服真的是 我覺得她應該要負擔一點 妳就穿她的就好啦 對啊 妳真的打不下來 真的裝不下來 妳就扣子打開嘛 打毛 把肚子露在外面 打T恤這樣 真的是這樣 讓人看嗎 肚臍 肚臍會凸出來 眼睛不要露出來就好啦 怎麼覺得怪怪的 十六萬 妳一個月要十六萬 對啊 很正常吧 來Stanley 五千五 差不多 五千五太少了啦 對啊 而且她還幫妳拍 妳還雙胞胎耶 我還幫妳生小孩耶 真的 那要加錢 我覺得依依蠻賢 她自己的慾望非常非常的低 其他都是為了老公 妳有沒有看到 真的 小孩 真的 我其實是好老婆耶 除了第一項 廣告不是 這是女人的自尊心 這是女人的自尊心 我能理解 真的 維持費… 好啦 可以接受 畢竟讓媽媽真的辛苦 她是十六萬 十六跟五千五 千太過分 那麼依每個月的月薪交期 薪資決定 新台幣 坐… 妳不要亂動 不要破腳 不要破… 妳再用力就可能出來了 妳要認得 等一下這裡有湯流出來 我不行 六萬塊就算了 什麼六千 好 那重新再判好不好 因為她個人不滿意 再想一次 來… 月薪交期 依依的薪水 總金額每個月 好了 日幣嗎 沒有 真愛人… 日幣也很多耶 對 為什麼你知道嗎 真愛人 真的… 真的 對啊 我們跟妳講這個先忍住 這個氣忍住 錢拿到再說 對… 不是拿到再說 生完再回來理論 來看小葵好不好 個時百千萬 兩萬 為什麼小葵 很客氣了 對啊 妳太客氣了 我後來覺得我好像太少了 你想要改成什麼時候 怎麼覺得 太少了啦 哈囉 小家… 女人很會比較喔 小葵 小葵 對 妳的氣質非凡嘛 那不一樣 反正就 對啊 就先兩萬 因為我年紀其實比她大 大概快六歲 不好意思 付兩萬 沒有倒扣的啦 妳年紀比鮪魚大 大了六歲 快六歲 可是看不出來啊 所以我就要 我就要一直維持著 比她年輕的樣子 歲月就像一把殺豬刀 不好意思 你這樣咪咪要哭了 這邊有個大她十七歲 她跟她爸爸交往意思一樣 殺豬的花仔 然後因為只要女 我就要一直維持身材 因為女生其實只要胖了 就會看起來比較老 這個我必須說了啦 這個一定要 老婆的美貌 10萬 妳騙人 沒有… 騙人 不是 等一下…我要確定 等一下 不要被騙了 請問這是維修費 沒有…不是維修費 是她值多少錢 真的就值10萬 真的喔 因為第一次我跟我爸 我爸還沒看過她的時候 我說我爸我要結婚 我要娶一個比我大五歲的女生 然後結果我爸一看到她 娶…就這個… 因為她看起來比你年輕 看起來比較年輕 看我比我…我長才比較著急 我小到他五歲一半嘛 對啊 所以我覺得她的本質 可以值10萬 就10萬了 你真男人了 你今天 真的 一想到就是你了 有沒有看到 我們經歷過前面三關的 很難受的關卡 終於來到溫馨的地方 對啊 來… 妳要當老公專屬會計師 但是收費2萬元 是什麼部分 怎麼說 就是管她所有的錢 因為她的財務觀念非常不好 她身上有多少錢就花多少錢 合理…2萬而已 對 妳還幫她省了這麼多錢 她的財務太複雜 所以我其實管她 什麼複雜 什麼複雜 還有一些境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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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她要投資很多有的沒的 但是又搞不清楚狀況 對 然後我就用的壓力很大 真的 金哥… 她這個2萬是合理 妳認為多少錢 我覺得這個我也是要給到 8萬 我這個是有依據的 一個公司 沒有…我講一句實在話 是… 我就說今天是來上節目 不是來 不要吹噓 所以要五毛給一塊就出現了 沒有…這不是吹噓 因為… 純奇怪不奇怪 8萬耶 以一個正常公司的個人會計 8萬的起薪 算是我覺得非常之好 因為會計是要查出 所有公司帳的紕漏 這個可以幫公司省錢 你是個人的 你個人的一個月2500到4000左右而已 8萬 還不是老婆 沒有 因為她就是禮牌的方面 ㄎㄧㄤ… 所以她給錢都… 我很ㄎㄧㄤ 都亂給… 我曾經還發生過 沒有 曾經還發生過一件事 曾經反正我裝潢房子 結果裝潢到最後 我們合約都打完了嘛 就是這個價格 他比如說130萬搞定 然後就130萬做 結果到我們尾款 要付最後4萬的時候 我們的設計 然後我老婆都跟我說 老公不對耶 我們TOTO的工程 它根本一次有沒有拉清楚 TOTO多了快40萬 他說那我去跟他理論 後來原本要我們多出 40萬的裝潢費用 他就跟他說 15萬要不要搞定 他平常有在走票 他就幫我省這個錢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對我來講 我是不清楚錢會去哪裡的人 夫妻本事同齡鳥 他幫你省這個錢 也是嗎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他很辛苦的 而且他是連我們開店 從地上撿到的一塊 都會寄到帳裡面去的那種 所以我覺得是很清楚要小心 你真的很棒 但對瑋瑜來說真的是花錢消財 就是花錢消財 省了我太多時間了 真的是 這個接受 OK 過關… 安心交給老婆 然後你已經信得過嘛 是… 還有比是幸福的嗎 清潔工人1萬 你幫他清潔什麼 你清潔你答應多少給 他多少錢 我的嗎 我的是不是 1200 也合理啦 他看到輪到的時候嚇死了 氣壞 清潔就是 清潔他的嘔吐物 沒有 清潔 妖獸 清一次都不只1200了 你 就之前 我之前這個節目有講過 就是他就是喝醉酒會吐 但他之前比較好 他會走到廁所吐 可能不管是馬桶浴缸 但他現在進化到一進門 門一開就直接吐到馬桶 然後我們家又是木板 然後結果 而且是他喝完酒回來 都是在半夜的時候 然後小孩又在睡覺 然後我又要顧小孩 然後我要請你他嘔吐 不要喝那麼多酒 對… 雖然我喝酒會吐 但是我不是常態性的發聲 破酒品好不好 我也會吐啊 不好 他會吐到那個 沒有還…OK了吧 OK了吧 這個 整個把它撞下去好了 他就自己把自己栽進去 順便施肥嘛 對不對 施肥又不用 隔天那個 這裡怎麼會有一個仙人長 有一個根莖類 根莖類 對 有一個根莖類 好棒 面子裡面長出蘿蔔耶 對 根莖類 然後還有那個要洗車 因為他很喜歡洗車 然後都會 叫你洗 他喜歡洗 然後叫我跟他一起洗 可是洗的時候 我可能只要穿泳裝 沒有 你去… 就是步驟 步驟以後錯誤就會被唸 對 這我很要求 這很重要耶 這個東西太重要了 甚至我叫他洗車的這個方式 他可以出去開店賺錢的 真的嗎 給他吊乾的 真的… 因為這洗車步驟是 你講來我聽聽看 什麼步驟 洗車步驟來講來 洗車步驟 一開始車開到洗車場 絕對不是就開始洗了 不是噴泡泡 你要先放車 先把引擎蓋打開 散熱個15分鐘 第一件洗的叫輪框 步驟有點不對 先洗輪框就不對 為什麼會 我把我那個次序SOP告訴你 關閉錢 關閉錢 下車 是 洗得怕辣 一個鐘頭後回來 人家搞得好好 傻瓜才先洗輪框 超簡單 走過去很好 洗好又車子又洗起 輪框又髒了 不是…這個是有哲學的 我得說 洗車等於把自己的心理也洗乾淨 你懂為什麼 用心理的心理 用心理老婆 用心理的心理就好啊 用心理就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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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萬再加一個等於 然後還有加多加一個專屬心理師 對…心理師的項目也要講 真的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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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是生活的那個用品 他都不會去買 好比說他的內褲就是會有那種 就是沒有內褲穿 然後一個內褲穿兩天 對… 反過來如果花樣不喜歡他又會嫌 花樣還要挑 合理 不是他喜歡 合理什麼合理 為什麼你知道嗎 娶母大姐 坐緊繳繞 五兩次 紅就不用出頭 不用出頭 你大我五歲 你怎麼可以吃啊 沒有啦 有沒有道理 對啊 我還在忙他討論啊 對不對 對… 1萬 因為我覺得物質花費 他就有含SPA嘛 洗頭費 洗頭不用了 因為我們開了一間髮廊 他不用去外面洗 然後製妝費 我跟阿布 那個我們都有同樣的問題 我老婆的衣服多了跟山一樣 我跟你講那個有多誇張喔 他曾經去收 因為他自己的衣服很多 他說他扮一個二手藝脈 我說太好 這太有愛心 又可以親自己的家裡倉庫 辦到現在 連丈母娘家的衣服裡面 都還是衣服 從來都沒有清飄過 所以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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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說像玉山那麼高 人家每次要是 哈囉… 人家祕密衣服也不少 真的假的 他是什麼 本來他想要說 把那個二手賣一買 賣一買 有這個念頭之後 他們再籌辦一個 太多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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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 奧勒 大概兩萬多平的奧勒 然後店名也想好了 什麼… Paul的咪咪奧勒 聽起來還滿好慌的 對啊 哪有多到這樣子 總金額多少錢 多少… 十三萬 其實我覺得合理 合理耶 我覺得很好 我是跪在前兩項 因為後面我覺得 我不是常常有的事情 我們為什麼要讓他那麼 感覺很市快的去談論到錢 亮話 公錢 公錢 就是大家 這很介意 對錢好像很在意或什麼 對 很不分享 但是也要在我們交談之中 你在你老公的心目中值多少錢 真的 真的… 我跟你講小葵你賺到了 對不對 他是ㄎㄧㄤ 但他是愛你的ㄎㄧㄤ 對啊 真的 OK啦 那有什麼怨言要說的嗎 沒有 有要離的舉手 喂 再一次謝謝他們 來… 謝謝 辛苦了